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又到了女巫有請的時刻 不然是否很熟悉口呢 又是Carrie 上次訪問Carrie 就是跟某個型有型的媽媽上來接受訪問 但今次我特別想再次邀請Carrie 為甚麼呢 因為我的女兒畢業了 是嗎 所以我想Carrie 用她的師姐相反 TOPModel的相反 教一下她們 做Model應有的態度 Carrie應該要注意些甚麼 擺姿勢 或是分享她自己的心得 那今天麻煩你了 有甚麼呢 即管罵她們 沒問題的 偏差她們 對了 我們走的時候 頭要直 肩膀要直 我們頭和眼睛要看著一點 我們就可以專注於那一點 不要頭靈靈 就在知道的姿勢上 嗯 我覺得你們走的時候 可能你要視乎 這次我們是走婚紗 走營 走Sporty 我們要分得很清楚 現在是走哪一類型的衣服 可能我們都要配合 到時想不想擺姿勢 例如Sporty 我們有網球牌 我們又要拿那些東西玩一下 所以我們都要很清楚自己 在那時候做表演的時候 在做什麼 嗯 其實一般做模特兒 跟兩位師妹聊一下 應該有甚麼態度呢 做模特兒的時候 我覺得 首次最重要 然後呢 你見到客人的時候 要很有禮貌 例如Hello 早晨 午安 那些都一定要 要說 多些笑容 那些 變成了給客人覺得 你們很有禮貌 我對這些女生很有興趣 除了這個工作態度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做事的時候要很認真 不可以經常覺得玩玩一下 你儘量做到自己最好的一面給別人看 嗯 既然說起Casting的時候 我代兩位師妹問Cary 不知道有沒有提示給兩位呢 例如Casting的時候 Cast一個Catwalk Show 會比較 那些客人比較容易受落 就是衣著 打扮 我覺得 其實 最重要是你做回自己 你自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個人的character 那就不需要去麻木說 啊我喜歡這個女生 我就要follow他這樣穿 就去Casting 那我覺得 那些客人都會覺得 譬如這個女生 我覺得他自己本身 很有一個感覺 很有一個型格 或者一個氣質 那他就會選擇那些 但是可能你麻木 是選擇一個 一個idol去follow 可能那些客人未必喜歡 但是最重要 就是去Casting的時候 都要很乾淨 很clean 那最基本的makeup 那穿到高跟鞋 那走出來整個感覺 都不一樣 那 Gary 你覺得你們兩個 應該有些什麼 要改善呢 例如形象呢 我覺得可以 可以 譬如 我自己就 即是我自己覺得 即是Model我盡量 譬如我Casting 我就不會穿 有些少許 叮緊一點的牛仔褲 那樣 我就喜歡穿Skin 就是看上去 給客人 和自己的感覺 是再修長一點 那樣 Alison都不錯 那譬如 Alison是可能認格一點的 那我覺得她Casting 都不錯 那譬如TBC 或者譬如影相 我覺得可以這樣穿 那譬如 如果你說Casting 或Show 我覺得就盡量 這些 譬如Soul Show 那些就盡量減少一點 簡單一點就OK了 即是太多突出的Design 對 你當然盡量都是最簡單 因為她們要看到你的Figure 你的形態 對 如果太多這些東西 她們會眼光瞭亂 就什麼都看不到 兩位師妹 沒有東西想問嗎 對 很害羞的 真的不用害羞 其實做Model 是一樣的 就是害羞 當然了 你不可以經常都很 好像瘋了 那樣 很智慧渣渣渣聊天 因為客人都不喜歡 但是極其量 你都要跟別人溝通 因為溝通的過程 可能客人會知道 更加了解你更多 而且在Model與Model之間 建立了兩個關係 做Show都會方便一點 所以呢 跟Carrie兩個 可能從小到小 一直做到最多 Trees 大家經常差不多 所以合作起來 大家理眼 已經心笑 放什麼姿勢已經很自然 所以你們日後 都要做到這件事 那你覺得 她們的皮膚或者化妝方面 要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她們都不差 那我看Alison 都很好 那OK的 那A大方面 我覺得可以 底部翻 即厚一點 但現在其實是 很自然 但再厚一點 但不可以太厚 那可能再加一點 黏脂 就好很多了 最重要 例如去Carring的時候 給客人一個感覺 是她們很健康 很精神 那可能 譬如我們有時化妝 那臉有少許配合 那變成我們加上 臉脂就精神很多了 那什麼方法可以 令到她們提升自信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但依然做不得好 那你會怎樣 我覺得 首先 都是經驗累積的 那譬如我試過 譬如十次都失敗的時候 那開始我就會想 我有什麼可以改善到自己 那我原來我是特別害羞的 但如果你特別害羞 那做模特兒 就是一個大技來的 那變成如果我真的很想 搭上去這個舞台的話 我就要 就是 豁出自己 應該說 不要鎖死自己 在一個拍拍裡面 那我覺得 譬如我會跟自己說 我 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 我怎樣可以的 我要改變我自己 那譬如 我不需要說 很豪放 很 很 即是變成了另一個人 只不過是 將自己 可能開朗一點 變成了見客人的時候 儘量釋放自己 讓她真的看到 你本身的角色是怎樣 那當然 上到台上 你不可以 好像太活潑 做回英偉的 但私下 都要做回自己 就不要太 作狀就更加好了 那沒見過 兩位 小師妹行show 不如你們倆走一次 好 讓Carrie老師教一下你們 好嗎 站起來 好 記住 不要忘記節奏狗 自信 我覺得 可能高中鞋太高了 是啊 是的 我自己覺得這隻高中鞋太高了 是有些影響的 可能減少少 我覺得會好一點 因為剛才高跟鞋你會去適應 如果你一來 其實由平面去到太高 其實是會有一個難度 我覺得可能少少再慢慢高 你去適應就會好一點 我覺得你可以穿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你走路就會很緊 你就會很自然 譬如你擺姿勢的時候 你去到最盡 你可以站定 一、二、三、四 才可以拿手上來 就不會站定 然後突然記住 就被人感覺不夠鎮定 好像很古怪 最重要是鎮定 慢慢做 因為客人不知道你做錯 只要你是鎮定 其實有很多東西看不到 OK 到Ada 我覺得 其實Ada也不錯 但最重要是 再有自信一點 你記住看著一個 就不要看高 這個可以改的 這不是很大的問題 最重要是自然 放鬆 例如你去到最前的時候 你會貼姿勢 然後慢慢轉回彎 你轉的時候 可能你再穩定一點 你轉過來 不要一轉過來 就看低 你一轉過來 就去到同一個水平線 看去那邊的一個地方 再走過去 那就OK了 我覺得不錯 Ada 有前逃 有前逃 剛才大家 真心看見Carrie教他們 想要做的模特兒和Catwalk 兩位很黑暈 Carrie老師 還有什麼意見 或者想給她們兩位呢 我剛才看過他們的表演 我發現 其實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但其實都已經不錯了 我覺得繼續加油 努力 最重要的是 走出來有自信心 幫我 如果好像想有Catwalk Carrie師姐 這麼有型 知道嗎 兩位 可以多一點 知道嗎 那希望 流得熱了 謝謝大家 希望我們在同台 大家可以 相聚一下 如果有什麼事情 可以找大家做 彈秀 希望一刻做到一個 更好的Supermodel 好 謝謝大家 今天